Hello 我是不是在等別人邀請 Hello 咦怎麼沒有人來找我 對我在車上 咦怎麼怎麼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這個書 那我去邀請他們呢 我邀請一下鄉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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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去 关下兽脸 我才发现 这 这样 我不知道我刚才开兽脸了 因为底下全都是那个 大家发的评论 然后 我才发现 开兽脸了 对我也想留 我想留长一点 现在正在留呢 要先下线吗 我找着了 接受 哎 你已经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OK 哈喽 我们都都都好了吧 各位网都没有问题吧 没有卡不卡吧 没有没有没有 好 那我们从我们的主持人开始 来 OK 我们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因为我们星落宁成堂 就是要送起堂 直播开始了 将那个各位主演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先星旭老师 我先来 好 大家好 我是星旭 在星落宁成堂中饰演 玄商 少年有琴 然后也演了 没有琴 蜡木 还有文人 兰迪老师 里面也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兰迪 然后我在星落宁成堂里面 饰演的是 人租公主 黎光也谈 木齐老师 也来介绍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木齐 在星落宁成堂中饰演 陈渊三皇子超风 谢谢 好 那下面是我们 宣宁老师也来介绍一下 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何轩雅林 我在星落宁成堂中饰演 人租公主 黎光清葵 是夜谭的同胞姐姐 嗯 今晚19点半 我们星落宁成堂就即将播出了 大家记得及时追剧 19点半啊 今天就要播出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我感觉我跟上主持人 全靠你带节奏 每个人的角色不是很了解 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方式 来介绍一下吧 就正好我们四位主演 都是剧里演的两对CP 那就由CP之间互相介绍对方 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由星续老师开始 让大家介绍一下夜谭吧 好 夜谭呢 是一个一心想当魔女的 内心搞笑女 那我可以这么一句话的概括啊 就是一直当 一直想当魔女的 内心搞笑女 然后呢 他其实 对我的 就是说包括在后面的剧情中啊 他会对我们 对我的很多个角色呢 就是有300%的 大家一定要往后看就知道了 一点一点的包开 来 我呢 唐战三分之二 其实有一大把都是强调出出的 是吧 对 真的很会聊 真的非常会 就是 别说搞笑女不能有爱情呢 是不是 那蓝帝老师来说一说 玄商精吧 玄商 玄商就是比较复杂 因为它有四个 有三个分身嘛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刚刚开播呢 我就先说一下前半部分的玄商 就是前半部分玄商 因为我也刚到天界 就我们俩就都属于那种互相看不顺眼 而且大家从那个预告里面能看 就我管他叫糟老头子 就是他有2700岁 2700岁呢 他这个人吧 就是有点那种老古板 然后为人大爷 有一点点那么冷漠无情 对 所以我刚上去的时候吧 我就是觉得说 哇 我才不要跟你成亲呢 我要给你成亲 我愿意我才怪呢 就是上去的时候 一直就想着要下来 所以你们俩其实是一种强鸟的瓜 对 强鸟的瓜超级甜 强鸟的瓜超级甜 强鸟的瓜爆甜 OK 那强鸟老师来说一下那个 您看那个 就是当时强鸟老师 不是和那个叶谭老师是姐妹吗 就是在您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再说一下好吗 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您和叶谭是 剧里面演的是好姐妹吗 就是有未来的妹夫 您当时是一种 什么样的想法 觉得角色里面 我是说一开始的想法 我觉得她有点 就是她不是少点友情吗 我觉得她是有点 她是少点 少点关心 对我妹妹 就是刚嫁过去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你有一点对她太严格了 然后呢 你又有一点 对她就是不太关心 所以我觉得你少点关心对她 我觉得她少点良心 她是少点野心 你知道吗 她不是 我到底少了 我到底少了什么心 谁知道呢 你四个人反正 那每一个人都对我有点意见 我发现了 真的 没有没有 不是 这里面只有我对你有意见 算是 他们两个肯定没意见 真的 你看她 你看她 她那个武力又那么高 又是天界的战神 对吧 然后呢 又有 又有父亲宠着你 你兄弟姐妹又捧着你 那我呢 我跟你不一样 我天天被打压着 然后我还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装的自己 就是无心全事的那种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 就特别羡慕你 你知道吗 而且你还那么俗 你就开始 已经开始诉苦了 是吧 对 对 行 那我觉得我也应该开始诉苦一下 那我 我莫名其妙的是吧 今天大家能看到 就是一个很 很强 很强的 就是大家今天就能知道了 我就再也不剧透了 那 是吧 就是 就莫名其妙的 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女生 在我身边 不是也很奇怪吗 对吧 你们平平良心说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奇怪 倒也有点道理 一开始吧 你看 叛变了 但是后来 后来就好了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跳过的 忽略忽略 我不是挑事的人啊 但是这个 是吧 轩林突然就叛变了 这个事 我忍不了 我帮你说话 你居然 还挑拨我们俩的关系 好累 带不动 这个情况 就是姐妹之间争吵 谁也帮不了谁 你知道吗 就帮谁都不对 嗯 没错 没错 只能站到中立 然后 听你们去 在那那什么 那老师们都说 少点友情 是少点空心 那那个 新西老这边 要晚尊一下吗 嗯 没有 我觉得 他还是很好 我觉得 我觉得 说得对 哈哈 已经磕到了 那我们下面 由清芬许来 那个CP 互相介绍一下 对方吧 那个穆驰老师 这边先说吧 嗯 好啊 好啊 那我先说 清葵呢 是一个比较 比较善良 比较单纯的一个 一个公主吧 呃 被我呢 无缘无故 为了我的大业啊 把她 把她带着这个 充满危机的成员界 但是呢 我为了我的野心 我又骗她 充当她友军吧 所以说她又信了 所以我觉得 她还是挺好 挺好骗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 这个随着剧情的发展 就突然这个 走向就变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够那个 其实我 挺充满智慧的了 但是我觉得 她总是有一种 给人扮猪吃老虎的感觉 真的 对对 我被你骗 我一开始被你骗的 这一愣一愣的 你说我扮猪吃老虎 我是 不是不是 我是非常的胆 刚开始那是什么 那是 吓着你了 你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对吧 我一直说一些 说一些话 告诉你这个环境很危险 你要多说一句话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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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危险 所以说 才导致你 对我比较信任 你出于恐惧 你害怕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 然后又帮着你 所以说你很好骗 但是后面 她为什么能够 扮猪吃老虎 可也是跟我熟了 对吧 又因为 跟你觉得 嫁鸡随即 还没 你没嫁呢 没有 别剧透 别剧透 剧透了 剧透了 直接 我把你退出去了 那下面 宣礼老师 也来说一说 牧驰老师吧 我来说说牧驰老师 其实 一开始的嘲讽 给我的印象是那种 首先她的 她是 那个成员界的三皇子嘛 就是一个 充画费送的一个皇子 就是完全不招待 她说 咱 就是 明目的三皇子 就是你不受宠嘛 对吧 大殿下 二殿下都受宠 就你不受宠 然后 我就是 然后你就只能 就是用一点小心机 就是让自己 变强大 然后才能保护你的家人 然后才能让自己更好 一直韬光养晦 像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 在别人看来 可能她特别的 心机深沉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但其实 我还是很心疼她的 我觉得挺可怜的 然后 但是我觉得 你遇到了青葵之后 你就变成了一个 然后你就长出了恋爱脑 恋爱会让人 就从一个狼 变成了一个 憨憨的小狗 那个中拳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 而且呢 就是 你不能想 越看越可爱 就是那种 脑干缺失的那种 那种可爱 你知道吧 很可爱 哪句话都很可爱 脑干缺失是怎么回事 你们爱 不是 脑干缺失 这个 这个是本人 和他跟距离无关 你知道吧 你们上升到这个层面了 没办法聊了 我不知道别人看怎么样 反正我看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超级可爱 行 谢谢你对我的评价 好 没有 就是那种 找不回来了 小哈士奇 就是看起来凶凶的 但是呢 好像脑子不太好 奶凶奶凶的 奶凶 就是很爆爆 那种感觉 你可以说一下吗 就是用那种 特别猛男的声音 轻盔抱抱 轻盔抱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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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那谢谢 我不能 我 我姐姐都有 我不抱 哈哈哈 我不要 你来一个贴贴 贴贴 嗯 夜谭贴贴 夜谭贴贴 哈哈 哈哈 你那个 你那个声音 再往下压低一点点啊 我以前 2700岁啊 2700岁 夜谭贴贴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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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评论有人说 是要填膏药吗 哈哈 来 那我们介绍完了 就是大家有什么 想爆料的吗 就是感觉刚刚每个人 都说挺狠的 他已经爆料了 我很多了好吗 然后我和牧师 已经曝光了 嗯 嗯 星序在现场的时候 只要 只要不剧透 只要不剧透都行 嗯 嗯 嗯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想爆料的 来 兰迪你先来 就是 星序也是一个特别爱撒娇的 他真的特别爱撒娇 就是现场的时候也都是 就是 也没有 抱抱 也 就就确实 你真的很爱撒娇 嗯 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就是 有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 其实我 我不是这样的人士啊 其实我不是 我是一个猛男来的 猛男下角 嗯 对 而是因为大家在现场工作都很辛苦 然后呃 这个现场的尤其是这个氛围和节奏啊 会比平常我们在生活中的呃 大家就是看到会会快很多 因为要要可能要比如说抢天光抢时间 然后可能要赶一些进度之类的 那大家都会很累 那大家都会很累很辛苦 我觉得嗯 如果如果在 当然了在各所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前提下 其实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嗯 不错不一样的这个现场氛围 就会 就会让大家很开心的去度过这一天和每一天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吧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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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就是就是呃 我想想啊 心绪老师呢 就他特别爱储备吃的好吃的 你说我干嘛 你说轩林啊 你说我干嘛呀 你不是你 不是我顺带着把你也说了呀 好了谢谢您 对了 我说的是幕后的一些事吗 咱们不能剧里面去内说吗 嗯 呃 吃的也比较多 我就老到他那蹭吃的 呃 就基本上从他的索取 索取好吃的 然后轩林呢 轩林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他特别特别贴心 你知道吗 就是他老是在 就是我们每次拍完 他就跟我讲一些 讲一些什么呢 恋爱法则 他给我上课 我就特别 我当时就感觉受挫了 因为我觉得 就连恋爱都要让人交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 你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这样 你要反思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样 我怎么反思啊 你要学 你要学 我天天我要 我要教他各种各样 我说你要 你要那个多关注 关注我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 因为他太直男了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很帅 真的真的真的 我感谢何老师 让我非常受益 然后兰迪呢 我就感觉在 可能是因为 你的这个角色 本来应该到成员界的 对吧 我那个 其实跟你是有点 有点关系的 有点渊源 对对对 好了 那我们回到这 就是今天 是我们新洛宁成堂 开播的日子 就大于 大家对于那个热度 有没有什么期待 越高越好 当然 那大家要不要 给观众加把劲 一起立一个flag 好不好 就是我们从7000开始 7000 8000 8000 5000 9000 每个人都立一个 我们先从旋令老师开始吧 从我吗 从多少开始啊 从7000开始 7000开始啊 7000开始我干嘛 是吗 我破7000的话 我 我干嘛 我我把自己装扮成向日葵 然后给大家跳舞 可以吗 有 可以吗 那牧尘老师这边的 我啊 我 你都7000了 我直接1万吧 别别别 咱们递增递增啊 我8000的话 那我就 来个刺激的 那去玩过山车的时候 我就唱主题曲 行吧 那那你可以 那那真可以 嗯 可以啊 期待住了 期待住了 而且而且得掉上啊 重点是还不能修啊 我跟你说 我怕我晕过去了 对 真挺粉 那蓝迪老师 那个呢 刚木齿是8000是吧 嗯 那我就8000 8500 怎么感觉像叫价一样的 哈哈哈 8500一次 8500两次 9天 成交 哎 行那我就9000啊 那9000的话我就 那不是新落宁成桃吗 我就我就扣糖饼 啊 啊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那这样 扣那个小糖饼 哦 什么 我觉得 你你那你这个你这个糖饼是不是得应该做一个星星的那种 对我就做成星品 对吧 啊 五角星 嗯 可以可以可以 新居老师说的很起劲哈 那新居老师的flag 不是我 我跟你说我 嗯 好 嗯 好 你是9000对吧 9000 嗯 那我觉得嗯 那就一万吧 好吧 嗯 一万的时候 我看看大家想 嗯 这样吧 因为我最近呢 就是刚刚那个工作完了以后 然后现在恢复恢复增机嘛 因为增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增机增机 然后再再比如说再再去工作的时候再刷纸 我增机器正好我觉得 嗯 我来我拍一个这个 呃 光剑3.0吧 好吧 3.0 行不行 因为之前拍过 之前拍过这个2.0 还有1.0 我觉得3.0 嗯 好吧 好 那我再来透露一个小惊喜 那我再来透露一个小惊喜 就是如果热度直破万的话 我们的主演还会有一个全场flag的不利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既然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剩下的都交给观众了 其实大家也可以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看剧 助理一下我们的热度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就回归剧本身吧 大家还原下距离的一个情节 嗯 大家现在还没有开播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距离有一个场景 是选生跟夜谭一起玩翻手指的游戏 咱们今天也来体验一下 就是去播到了 大家可以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游戏叫做 我有你没有 每个人轮流说一件 只有自己有的东西 可以是精力 也可以是能力 然后说角色或者是本人都行 嗯 如果你说的这件事没有 那没有就要折一根手指 就是大家听明白规则了吗 折一根手指就是 就放下一个 呃就放 啊ok 一共十支是吧 嗯 十支 啊十支 十支 那么多 啊 五支也行 哦我还以为是 手指吗 我以为就五个 啊哈哈 哎五支吧 五个吧五个 来来来啊 我先来啊 我呃 嗯 我说我先说玄商的吧 呃 我 我可以 变成一颗星星 我也可以变成一颗星星 啊 我也可以变成一颗星星 你要这么搞的话 哈哈哈哈 哈哈 我 你 嗯 我 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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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变成一颗流星 啊 行 你法力强 没办法 这也就 那我是就没有了呗 哈哈 人家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你怎么做到的呀 人家 人家 人家说 那个说 那个 揉手指 都是这样 啊 怎么能这样 你只是这样 我神奇啊 不是 我只会睡啊 你们别纠结这个问题了 好吧 我也会 在我手上面了 没事 他有一种脑干 确实的美 蓝迪蓝迪蓝迪 对不是啊 哈哈哈哈 来下一个蓝迪蓝迪 你来 我 我被关过小黑屋 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关了1700年 你那是 被 被关是吧 我被关 被 那那那那我 嗯 好好好 嗯 那我这个也应该是应该 我这应该不用没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我说一下 我是 陈渊族的三皇子 我就 掌管 那个 牢房那一块 所以说我基本上 我想 基本上就在那办公了啊 所以说我这块应该是 那个啥的 好好好 算 嗯 这样 哎 嗯嗯 对 那 轩铃了 先来 轩铃 你先来吧 你先来吧 你先来 我想一下 因为我 嗯 嗯 我 我给夜谭 织过手帕 我真的没有 来 牧师 我 哎呀 我好 好难啊 我想想啊 我给 我给 大哥 下国贵 什么 大哥 大哥 下国贵 每个大哥都算不 这怎么不算的 那你有大哥吗 你们谁有大哥 你这个 啊 大 我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大哥 没有 因为我是大哥 哈哈 我是 我是大哥 所以我没有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哎 嗯 你爸爸算吗 我爸 你管你爸 这是大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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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不行了 哈哈 哎呦不行了 我 大哥 但是一见到父王就是大哥 大哥 分波 大波 呗 我 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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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该我了 是吧 还有一罗 是吧 呃 嗯 那我就说一个 我 我自己的吧 我知道我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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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弯成这样 我也可以啊 你弯吗 哎 哎 我这个可以吗 我这个好 差一点吧 啊 你你你什么角度 我就比你再低一点 啊 那你这个 OK 快没了呀 我还 对 呃 我 我 我在天界 吃过一头牛 啊 那没有 你先来吧 宣灵老师 又是我先来 你先来 我是 我是一朵花 哎 我也是 哎 好巧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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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了呀 嗯 哈哈 我应该还有一个吧 啊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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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一个 行 我能发 我能变身 洛克 行吗 这个大家 大家 大家自己去看啊 这个这个梗我们就不再延不再延展了啊 这个梗大家自己看啊 这个真的很绝很绝 那我还剩一个 那我还剩一个 那我我那我还保留了 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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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题剩两个呢 哦 先去刚才说 他那个手能弯 我是不是没放下来 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经out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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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了 我问了 反正你就是这两个 哦 我就算两个 那这么 算下来的话 战绩的话 那你就算你两个 你两个 我一个 这 轩凌老师是没有 秦曲老师也是没有 对吧 我本来 我本来以为我 我其实这个 技能还挺挺多的 但发现 嗯 算了 算了 不跟你们比了 来 嗯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就大家刚刚都说了 自己的一些技能 那我们给我们包亮一下 片场有什么趣事吧 嗯 什么趣事 就是 每个人都说一下自己的吧 嗯 呃 我先说啊 你去世呀 抱别人的才是去世呢 是吗 哈哈 没事 你去上一个 你自己的 快来 快来 完了 那就全变成是那个什么了 对 那来吧 那谁怕谁呀 真的是 别别别别 就咱们就各包各的好吧 就不要动了 咱们互相留一点体面 嗯 就简单说吧 啊 兰迪 我记得你是北京人 对吧 对啊 对啊 那唐山味是哪来的呢 哦 我 那他有粤语唱吗 对不起 有个台词 主要是粤语 那个唐山 那个 唐山的 大家好 我是唐山的 不是不是 那句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词咋说的来着 咋说的来着 咋说的来着 你 你干嘛去了 你干嘛去了 我就记得有一场 然后兰迪一转头 那个 你干嘛 怎么说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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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学不出来 然后 那场戏 我们笑了 大概有一个小时吧 根本停不下来 哪有一个小时 绝对有 根本停不下来 主要是我受不了了 你每次都是 都是那句话卡在那 这怎么说来着 你干嘛 我觉得我没有口音 然后吧 组里的人 就是好像 你开始说 我有唐山味之后 然后就都说 我有唐山味 我说 你干嘛去了 你干嘛去了 他会粤语呢 那散装粤语 给你演一整步 没有什么 你可以投的 个草烟 他不个沙漫 我同你讲 我同你讲 我可以回TVB 做营运呢 然后 来 来 来 你 赶你了 那你说我口音 我也说你口音 这上有一次 我没有口音 有一次心绪 去喷一个香水 我说 还挺好闻的 然后他就来了一句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咋说的来着 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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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然后你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我接了一句 你说 你说的 那可是牌子 那是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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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话 这是牌子 山东话 山东话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你们的身世是个谜 你们的口 我们的口音 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你不 你不也有吗 你那 笨不娃 笨不小女孩 你快别说话了 唱几步 来来来来 这个轩林轩林 你俩 你俩 该你俩说了 来吧 来吧 轩林 我没什么可吐槽的 就唯一 唯一可能 吐槽的就是 有的时候 在现场 就是会太累嘛 然后就会睡着 睡着呢 我们就喜欢互相拍 对方的丑照 就像那样 就这种各种 各种这种角度的 然后我很尴尬 就是拍了半天 发现牌子老师 什么角度都很帅 哎呀 哎呀 哪有了哪有了 没有没有 这很帅 他是根本就没睡 他就怕你们拍照 因为已经胖 我是一个眼睛放哨 然后一个眼睛 睡觉上 对 你这么睡的是吗 这么睡的 拍不到丑照 我这一提那个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就想起来了 他就 我们族的男孩 当时都一直在那 看那个 看那个 我们是 希望宁城游 祖子 对 给大家游一个 来 木质老师 我是真没啥吐槽的 但有时候 特时 拍的挺累的时候 我看宣灵老师 还挺有活力的 还在现场 跳一些女团的舞蹈 我还挺好奇的 我觉得还 还还还蛮值得 我推洗的 我还 那我跟你说 期待一下 他的flag 别别别 你老 你老这样 你这是干嘛呢 这是干嘛呢 这是干嘛 干嘛呢 你干嘛 干嘛呢 好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pa 来 大家片上都很有趣 但我们也是 一些网友的疑问 就是有网友问说 陈兴旭演了四个角色 叫名字的时候 会不会搞混 哦 对 这个也算 其实也算是一个趣事了 就是 因为这四个角色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我在努力啊 我希望我能 这个 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因为我之前 也在采访中说过 然后我希望在就是 就是起码在现场 那是最直观的感受 让演员老师们 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 就是 他 觉得每一个角色 其实是独立的人格 而不是说分开的这种 就是说陈兴旭 怎么怎么样 也演的谁 就是我更希望 大家在现场 是认识这个人 这个角色的本人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大家叫 比如说 那个叫 没有情来现场 然后说 文人来现场 然后我突然脑子里反映一下 这是谁呀 然后每一次 然后有一次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 因为那段时间 我会有 就是 每天 因为大家知道 拍戏不是说 顺着一个角色拍完以后 然后再拍另一个角色 然后其实可能一天 我要换 换三个人物 然后换三个人物 这个就是很精分的一个事情了 然后早上化妆的时候 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是谁 是谁 然后我给自己洗个脑 然后完了以后 但是有的时候 实在太累了 这段时间 然后洗脑就洗错了 然后就是 没放洗粉也可能 然后 然后早上第一场跟兰迪的戏 然后兰迪就说 你是不是 上一个人 对 然后我说 对不起 来导演 对不起 然后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再来一遍 OK 重新洗个脑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种 很奇怪的事情 那夜谭前妻 有没有爱上玄商 夜谭前妻 夜谭前妻 只想继承玄商的遗产 继承他的万贯家财 嗯 他一开始 他不是还说 他想让我的 他说 我就是要让自己的姐夫 杀 就是干掉自己的老公 别别别别 掰头一下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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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哪对CP更甜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肯定是我跟兰迪啊对吧 哎哎哎哎 虽然战力值没你强你这我不想我我觉得我们最甜 必须要甜 你要说CP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挺甜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这件事情吧就咱们就别再自己杠了反正内讧也都是是吧 咱们哦等播了以后让大家来哎就是评判一下好吧 嗯好好好 嗯那你们说自己的CP最甜那就是甜在哪了就是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这个CP很甜 那我我先说啊我觉得嗯我我我我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最甜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优势 对吧我们有优势我我四个人呢对不对 人多好人多 你们的感情太拥挤了 蓝迪四手啊是吧蓝迪来你说说你你你你怎么觉得 我是觉得对我们人多我们一个人多啊还有一个就是前妻 我觉得这两个欢喜冤家的设定都特别有意思 就是谁看谁都看不顺眼 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在下界寻找神识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慢慢就是彼此有一个清新相惜的一个过程 也经历了很多磨难 然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坚固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设定就是很甜对而且我我我补充一句啊 就是就是主要是你像我们这我是四个角色对吧啊 然后我们这一共在这个在这个里面 我对他有怎么说呢 我看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九个名字九个称呼 对吧 对 记得吧蓝迪 有九 你看啊 夜谭 夜谭 好 夜谭 谭二 这是 选一张对你说的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 夜谭 谭二 然后我我叫你啊 最开始还搞混了呀 搞混了还叫轻逵呢 啊啊对啊 轻逵啊 对对对 轻逵就就跟你没关系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先前面你先你先借我用用这个名字 对吧 行行行 你再说什么呢 然后然后对对然后我我蜡木的时候我蜡木的时候管他叫娘子是吧娘子 啊哈 他到了 还保护签呢 保护签啊 好嘞 呃 没有情没有情叫强 嗯强 因为他只挣钱 对强 然后文人的叫月下 嗯啊 月下姑娘 对吧这哎这是几 这是六个了 对吧 嗯 然后你管我叫什么 软商 然后有钱 软商 啊文人 然后蜡木 嗯 然后其实还有什么少殿空心 嗯 对 你看我们名字都不理一个圈 我这我这这坐不住了 我真的坐不住了 你要是搞名字 我现在我跟你编二十个名字出来 小葵葵 小小葵 你们搞名字这块我真的 行 我能给你整三十五个名字出来 行到时候把这三十五个名字 你把这三十五个名字发到你的微博上 医生要强我风歌 发在发 一集提一个名字啊 三十五个名字 对对对清葵 你对清葵 好吧 别别别 你这个人就真的 三十五个了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一个叫给我听 这样好吧啊 不能互相 想一想 因为想名字是个很 很要用心去的一个事情 他得想的很好 有寓意的 我不能给你对吧 随便 但是你要让我凑数 我肯定是能给你凑 凑三十个出来 你想要多少我都能给你凑出来 你就别凑数了 行行行 他目前接受了 还有他俩 牧师 牧师跟你们俩了 你们俩说 你说吧 你来吧 你说吧 你说吧 我跟你加油 喝彩 我觉得我们这线上呢 首先我还蛮羡慕那个天界的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模式呢 就很双修两个人 然后很恩爱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们这边也有我们自己的风格 因为我们风格呢 就比较刺激 你看你来到我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解放了天性 对不对 我每天带你去征战沙场 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你说你 刺激 对吧 我说各有各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还蛮有意思的 你看 你说你在人界 就那些地方 但是我成员界有好多你没有见过的地方 就大开眼界 那什么地方都有 搞浪漫的地方也有 对吧 我就不剧透了 还请大家 你已经在剧透了 而且剧透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真假的 真假的 完了完了 我不能再说了 我已经上黑名单了 我不能再说了 一会被踢出群聊了 一会就把你 完了完了 进一剧直接给我 给我 给我踢出去了 然后给我来了一个私信 说你剧透了 然后你看微信都拿黑了 我只是从这个场景和环境来 来剧透一下 但是剧情 你看我一个都没说 我不说 就反正就这些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 比较有自己的这个风格的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 清风这一对CP的设定 我觉得非常的 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大灰狼和小白兔 相互救赎的这样的一条线 所以我还是 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希望我们这两对 都能给大家带去甜蜜的爱情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有好多问题都没有问到 但是我们今天马上直播就要结束了 很遗憾 希望在之后的活动中 大家可以回答大家更多的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轮流说一下 结束语吧 接下来 好 就是很感谢大家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 大家对这个戏的期待和评价 然后我看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能与大家见面 然后希望 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我觉得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安迪老师也说说 首先就是很感谢大家 就是来看我们直播 然后还有就是也谢谢大家 就是很喜欢我们这部戏 其实刚才直播的时候 就是整个氛围都特别特别开心 就是我笑脸都焦了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戏的时候 也是能感受到这种氛围的 成绩会非常非常的轻松快乐 希望大家会喜欢它 然后今天晚上七点半 然后要来优酷 要来江苏卫视 要来浙江卫视 看我们新闻宁成堂 好 来优酷 我感觉我不能再说了 我就直接说了 感谢大家对兴落宁成堂的支持 真的真的 今晚就锁定优酷 江苏浙江卫视 让我们一起追剧 好吧 甜甜的一起追剧 我们直播还没有结束呢 你现在就给我结束了 不是 一到这个环节 我就容易 人家让你问一下这个感受 你在干什么 没有没有 我在我在想 我说我是不是聚到的太多了 没有没有 没事没事 没事开玩笑呢 你说我每次 每次都在 就怼你 你还没习惯吗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得说一下 确实 兴许老师老怼我 行了 直播呢 我也再说 那宣优老师也说一说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我们新浪精神堂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用心 尽了全力去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而且它是真的很好看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支持支持我们 它们会成为你最好的电子榨菜 然后 希望今天晚上开始 每天晚上七点半 锁定优酷江苏卫视 折尖卫视 来看我们新浪精神堂吧 谢谢 算了 我们俩是走了一个别的路线吗 不是 你我说了 宣优老师女孩 我不好说 主要是我还没有结束呢 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 大家的感受都非常的真诚 然后我们直播间也来了很多人 咱们翻一翻 网友的评论 就是互动一下 好嘞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我看看你们发在这个评论里面 我看到今天真的 特别感谢大家支持 我看到上面有很多很多人在看了 今天 然后 然后我们 真的 真的是 我看看大家在说什么 片场氛围是不是特别好 对啊 因为主要是我们大家真的很熟悉 然后 因为我跟兰迪是 我是他师哥嘛 然后 其实在 对 在学校里的时候 虽然我们很少能见到 但是就是那个氛围是 是都一样的 都相同的 然后轩林和牧驰呢 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一部戏 所以我们都很熟悉 基本上我们在剧组的时间 都快赶上 就超过了我在家休息的时间 对 安迪看看 你有什么 看到大家想说的 你想 你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就是 那我就接你刚才那个 就因为确实 一个 其实是我是个 我们两个拍戏的过程中 其实我就觉得 特别像那种 就是在学校排练 就是我们俩如果突然说 想到哪个点子 然后就会说 那试一下 就是 而且因为都是在一个学校 就是感觉对于表演的一些想法呀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合作起来也很舒服 对 认知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之前 就是在学校排练的时候 也会就是 可能有些直接就说了 我说这个东西 不合适 然后你觉得我这个演的 这个不舒服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去磨合 然后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说 我说 我说什么 可能他觉得怎么怎么样 就是很自然 因为 就一下我们俩对戏 就能就能感受到 这个在学校排练 在在在 就是那个教室里排练的这种氛围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轻松 而且会有 就这种这种轻松 会让你有更多的灵感出来 然后也不会太多 这个芥蒂 OK来 木齿 轩林 你们说说这个 看看评论里面 有什么想想想跟大家聊的 评论里面 我看看 嗯 翻一翻评论 木齿老师 我 我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星洛宁晨堂 今晚七点半 佐治优酷 江苏 浙江卫视 谢谢 一会儿啊 你把那35个名字 包括这段话 都给我打在你的微博上 好吧 我去抽查 我告诉你 那确实有一种脑干确实的美 终于有人能懂我了 卡住了 我看了一个粉丝 在底下有一个解答的这个东西 我看好 这部是一个什么体验 对你来说轻快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一个什么体验 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是真正开始工作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都非常的认真 我反正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兰迪对一场戏的时候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我先给他打戏 然后他再给我打戏 就是像这样 就是不拍我的时候 不拍他的时候 我们在对戏的时候 都是深情病 而且就是我看兰迪 就是在拍我 我没有拍兰迪 兰迪是背着摄像机的 然后他都在非常用情的 跟我说那个词 然后也是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就给我对的 让我特别有感觉 就是我给他对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工作氛围 就是整个来说 我觉得创作的非常的幸福 然后对 包括跟陈牧迪老师 那就更是就是互相的一种学习 然后那个给予 然后就会创作出特别好的一个结果 对像这样 嗯 很好 然后 还有什么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快结束了 锁定 这个我来 终于来了 我来 我来 我们每人来一遍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我觉得 每人来一遍 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 好嘞 没有那个 你看看还有什么想说的 然后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因为不能耽误大家去看剧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官微 然后多多讨论 多多发博 多多说话 跟我们互斗 我是主持人 好的 我就是随了他了 你知道吧 就跟他学的 就是喜欢插画 再补充一下啊 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新落宁成堂 锁定 优酷 江苏 浙江卫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 我们是宣传队的 七点半 七点半 我看见大家说宣传委员 宣传委员 我们绝对是宣传委员 主要是因为你像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剧组的氛围 就像兰迪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在现场 很多的设计和细节 包括导演 包括诸导 跟我们就是包括编剧啊 包括刘总这边 我们在一起探讨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整个风格 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太多 就像跟兰迪说的 其实其实真的是很像的 然后就是会让大家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也希望真的大家能多多支持 然后看看我们这几个小伙伴们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吧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了 然后不耽误大家去看吃饭看剧 好吧 然后今晚 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一定要多关注微博 端注 关注 谢谢大家 牧师牧师你把那个结尾 slogan说出来 来 好 那我就正式的来一遍了 请大家多多关注 新落宁城堂 锁定优酷 江苏 浙江卫视 谢谢大家 大家一定要在微博上 多多评论 谢谢 哦 还有微博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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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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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